總統和立委選舉還剩下兩個多月 總統馬英九的中章頭造式行程 造訪立委孔文吉競選總部 再次提醒選民自己三年多來的施政成果 一個是就業 一個是取得住宅 這三樣東西跟原住民的設計地位 有絕對的關係 應該優先解決 所以各位看到我們現在 在高中跟大學原住民學生的補助 我們會非常的加強 這個草案一定會有人不滿意 一定會有人要從地理的角度 設立原住民自治區 但是這個確實是有極大的困難 事實上根本不可能在立法院通過 最好的辦法 先用一種屬人主義的 以族群為主 跨越好幾個行政區 但是在這個區裡面 這個所謂自治是他享有比較多的權益 現在多的權益 這個在技術上是做得到的 而且可以示範的 孔文吉也呼應總統馬英九的發言 特別是自治法這個部分 我們是希望這個會期能夠把它通過 這樣的話 我們原住民族自治法能夠順利通過 然後馬總統 因為我們國民黨是一個建設跟開發的政黨 對於高山地區的交通跟農業 不會輕言偏廢 所以我們一定會來繼續的 來這個進行開發跟建設 特別是道路交通建設 中橫公路 南橫公路 一樣是在南投地區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主委 瓦利斯貝林披上橘袍 以親民黨籍參選3D原住民地委 身為曬德克民族議會籌備處的重要幹部 瓦利斯貝林批評馬政府推出的自治法草案 並不是原住民族人真正要的自治法 我們的權益是有形無形都有 所以有形是土地權 水資源權 自然權力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但是很多是我們自己本身的生活模式的管理權 發展權 我們有 但是這個你不給我 你只給我一個所謂的屬人的 我特定要辦理的事務的 比如說辦理一些發展我語言的活動的 這些事項而已 這怎麼是完整的自治呢 這是欺騙式的一個自治 選舉前每位候選人積極肇事 國民黨的山地原住民立委 參選人孔文吉還有簡東明 都紛紛請來總統馬英九站台肇事 親民黨的瓦利斯貝林也不甘示弱 無黨籍的高津素美在立法院也炮火猛烈情走基層 民進黨提名的曾志勇 則是打出排灣族集中選票投給自己的口號 明年一月十四日 到底誰可以順利當選就要見分曉 記者No 南投埔里採訪報導